你知道血管煮塞应该要少吃什么吗 当胆固醇过高 血脊也会跟着神谣 导致血管煮塞一个硬化的肌肉就变了 那一个普通人一天可以摄取多少的胆固醇呢 答案是300毫克 而患有高胆固醇的人 一天他就只能够摄取200毫克的胆固醇 那我们拿鸡蛋来做一个例子 一粒鸡蛋胆固醇就有180度毫克了 那如果我们一天吃两粒鸡蛋呢 就有372毫克 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摄入的标准 那除了鸡蛋之外 像肥肉 油花比较多的肉 还有海鲜 它们都有很高的饱和脂肪跟胆固醇 吃过多的这个饱和脂肪跟胆固醇的话 就会容易导致心脏疾病的风险 也会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慢性炎症 还有动物的内脏 它们的胆固醇其实也是相当高的 就例如一份鸡蛋的胆固醇就有631毫克 所以高胆固醇的人 一定要记得避免吃动物内脏 内脏就包括肝啊 肾 肥肠 猪肚等等 再来就是食用油 像牛油足流的用量也应该要减少啊 因为一茶匙的牛油就含有11毫克的胆固醇 或者我们可以把它换成食用植物油 除了避免高胆固醇的食物之外啊 我们也可以通过多吃蔬菜水果来得到纤维 纤维就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胆固醇 同时又可以减少脂肪的吸收 降低心脏疾病的风险 关注我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健康知识